看一下齁 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好 剛剛呢是這個嘛 那這個各位知道怎麼做了齁 怎麼樣從網路上把畫面抓下來了齁 OK 來 那我們繼續到下一張 喔 這樣好了啦 這個呢 電話喔 是不是 喔 來把他關起來一下 嘿 我以為是電話來了 這一張各位先把他刪掉吧 我們知道知道怎麼做就好了齁 嘿 我們就不要浪費多一張投影片了 來 現在呢 請各位注意看喔 我們呢 這一張的主題是像黑板上所寫的 俯成什麼 特色 注意 這一次的俯成特色那四個字 我們要用文字藝術師來做 各位還記不記得文字藝術師啊 來 我們提醒各位一下 你在Word曾經做過只是你忘了 來 請看齁 好 請各位到插入店子 好 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文字藝術師 其實我都建議各位 你們的投影片 標題如果要炫要漂亮 你盡量用這個 齁 會很吸引人 好 那麼呢 我隨便找一個 我超愛這個的 不曉得為什麼 齁 這個 點一下 好 黑板上寫什麼 浮成什麼 對 浮成特色 好 OK了 然後呢 我們啦 把它移上來 把它移上來 至於呢 多大呢 齁 各位呢 我們看一下 七十二級的大小 齁 七十二級就好了齁 嘿 然後呢 標凱體 齁 標凱體 我們看一下 在這邊 齁 標凱體 OK 我們要紅色的 齁 我們要紅色的 如果所以 萬一各位的顏色不是紅色的齁 麻煩各位到這個這邊來 選擇 我們紅色 好 我在這邊等各位一下下 齁 我們先把標題做起來 那個可以刪掉沒關係了 齁 至於 這邊 你剛剛已經設定好了 如果要調位置 按住框框去調 嘿 那如果你要對齊 我們再複習一下 怎麼把它對在 投影片的正中央啊 嘿 在格式 這裡點一下 對齊 這裡點一下 對不對 我們用 水平 字中的話 他就在正中央了 對不對 那你要靠到最上面 喔 那就是 靠上 對齊 喔 這樣就可以了 他是以這個框框 對到最上面為基準 喔 好 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了喔 請各位呢 插入 點一下 齁 那剛剛你如果你有點到 這個補塵特色標題的 你先當邊啊 先先點一下 齁 先取消選取 不要選到任何東西 齁 好 來 插入點一下以後 選到 Smart Art 這一個 好 點一下 對不對 好 請看喔 我們要裡面的哪一個呢 原則上 我們是希望有文字 有圖片 如果呢 我們要的東西 你不曉得在裡面的哪一個類別 像他有清單 清單就是 一條一條的 好像我們在做蛋糕 不是都有 有那個材料嗎 材料清單 類似那一種的 那流程圖的話呢 就是他有步驟性的 有順序性的 比如說蛋糕要先怎麼樣 再怎麼樣再怎麼樣 有這種順序性的 就可以選這一種 循環的話呢 就是cycle 就是一個循環 先 評估 然後分析 然後改善 等等 這是一個循環式的 那階層的話 就像公司的結構圖 董事長下來 是什麼 不是 董事長下來是小三 開玩笑的 好啦 所以呢 階層特助啦 總經理下來是特助啦 特助下來才是什麼 那個 總經理 所以董事長 董事長會有特助嘛 嘿 特助事實上是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不一定要這個編制啦 反正呢 階層圖就是一層一層的 關聯圖比較特別一點 關聯圖的話 這代表一種 比如說 你要去 讓他明白說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有什麼樣的關係存在的話 可以用關聯圖 矩陣圖的話呢 那代表比如說 我們公司 好的結構 那麼呢 比如說有 財 有這個 財務部 有業務部 什麼什麼的 那你可以把他們的合起來 變成一家公司 類似這種矩陣 所以裡面的短 就一格一格的 金字塔是什麼 啊 比如說 金字塔底層 就是勞工 在上面 資方 在上面 就是政府 類似像這種 階級性的 好 圖片的話 那這另外 圖片的話就是 裡面純粹放圖片 那我們要的 同學 黑板這三個你覺得像什麼 清單呢 還是流程 還是循環 還是階層呢 對 清單 它呢 一個跟一個之間沒有什麼特別的聯繫 沒有什麼樣的關係 對不對 它是一項一項的列出來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選清單 清單裡面啊 你把他清單點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要的是這一個 看清楚了喔 我們要的是這一個 垂直 圖片清單 有沒有 這一個 垂直 我看一下喔 區塊 圖片清單跟區塊清單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因為我們前面要有圖片 喔 好吧 就選這個 垂直 圖片清單 對 請你選這一個 好 選到它之後呢 按 確定 好 我在這邊 等各位 請各位 先讓它跑出來 好嗎 來 請開始 它是屬於垂直的喔 圖片 垂直 清單 喔 在清單喔 你先到插入底下 把那個 smartart 把它點下去 裡面啦 你找到清單的這個項目 再從清單裡面請你找垂直 喔 圖片垂直清單 圖片垂直清單 好 好 這種叫smartart呢 各位呢 你也知道它很漂亮 沒有錯喔 我先把它刪掉喔 你呢 插入點一下 smartart 點進來之後呢 你先不急著選 你應該要先想清楚 你要用它來做什麼 是做清單嗎 還是做流程 還是做階層 等等 你這些呢 在左邊 一定要先找好 愛你也比較好 垂 好我們要的只是清單 所以點到清單 我們要的指定是指定這一個 垂直圖片清單 所以點它一下 它會先瀏覽給你看 就長這樣 OK 沒有問題 其他的我想我們就不用了 我們就這一個就好了 好 就這一個囉 我們按確定 好 進來之後呢 請各位注意 前面啊 要放圖進來 所以第一步呢 請各位 到第一個 格子裡面 裡面有沒有看到一張小小的圖片啊 一個小小圖案喔 你給它點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古蹟 麻煩各位 從裡面選一個古蹟出來 隨便哪一個都可以 只要是古蹟就好了 古蹟就可以了 安平古堡算不算古蹟 是嘛 我就點到它 按插入 你不一定要選它啦 只要是古蹟就好 好 第二個喔 點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叫小吃 好 我選 散魚意麵 好 按插入 你選 刮叉幫也可以 第三個 點一下 老廟 老廟的話呢 孔子廟算不算老廟啊 他也算 也算 OK 好 那我選 天宮廟好了 好 按插入 好 先把圖片選進來 來我等各位 請你把圖片先選進來